金鱼南篮可以打球的人实在不少 首发阵容 莫里斯 阿巴斯 李学林 陈磊 加上王潇辉 一上来就打了未免军军一锅4比0 广东队如今阵容不整 金鱼队今晚的比赛有得一打 莫里斯的中投 阿巴斯的无处不在 北京队以14比7领先 此后 弗朗西斯在千呼万魂下现身 弗朗大的体力仍然不济 但他的积极态度令人心稳 他坚持奋不顾身的用犯规将中方宇的毕竟之球揽下 接着 弗朗大过于明显的进攻被对手阻断 而当第二次进攻终于博到对手犯规之后 弗朗西斯却因底线发球超过5秒而被吹为力 第一节即将结束 弗朗大终于为队友阿巴斯奉献了一记妙传 这也是他的CBA赛场上的第一次助攻 而第二节 弗朗西斯在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CBA得分的同时 也首次吃到了两季火锅 不是利用速度 不是闪转腾挪 只是利用对手的舒服 弗朗大利养分命重 但两季火锅也让他有些沮丧 随即退场 而不到十分钟的上场时间也几乎把他拖垮 顽强的北京队上半场也仍然以32比31保持领先 但从第三节开始 北京队莫里斯早早的就领到了五次犯规 被迫下场休息 而广东队王世鹏的付出激活了外线 所谓的重新登场则更大的威胁到了北京队的篮下 但北京队在艰难的情况下 屡屡扭转颓势 依靠阿巴斯的奋力拼强和急着的突然杀出 第三节 北京队仍然把局面锁定为55平 关键的第四节 广东队的火力更为凶猛 但北京队的宝岛空位李雪林连续远逃命中 双方的差距仍未拉开 但离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 金鱼队则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广东队投篮未重 北京队外援莫里斯和广东队董汉林 一起争抢篮板 在没有接触对手的情况下 莫里斯被莫名其妙的吹发犯规 六败离场 没有了内线的保障 落后三分的北京队仍然打得特别顽强 正常表现出色的阿巴斯 关键时刻竟然果断的在外线命中三分 再加上此后的两罚命中 北京队比赛结束前两分钟 竟然领先了四分 尽管此后 广东队最有价值球员朱芳宇 文文远头命中 再次将差距破尽 但最后时刻 北京南篮的小伙子们用自己的顽强 细致而又合理的防守 把被冥冠军拉下了马 八十比七十八 北京金鱼队爆冷过关 喜赢三连胜 北京的小伙子 南篮 神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